紧张肯定是紧张 毕竟是第一次结婚 不紧张就有问题了吧 那肯定是我 像我这么爱老婆的人 怎么可能让小宝求婚 我觉得是责任吧 结了婚 小宝就真正意义上属于我了 小宝比较细致如威 包括这次婚礼 都是小宝自己见过 但我尊重她 她想做什么就去做呗 不是很紧张 婚礼所有给的邮长 都是我安排的 反正就是比较熟悉了吧 其实大部分是激动吧 张吉是一个很好的人 因为他平时傻傻 平时还挺天性的 就是明天婚礼的流程表 一会给张吉一份 这个我真没有答案 在我眼里就是归属吧 毕竟你这个问题挺刁钻 绝对是贴心 他这个人虽然是傻 但是会在你真正伤心的时候 给你意想不到的温暖 明天一定要来我们的婚礼 一定要来我跟你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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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